有很大的差别 没有很大差别 差不多呀 有没有 你知道你出来以后 大家对你的争议最多的就是 浅紫色的眼妆 美的样子 就很美 但是前面那一版 它主要是眉毛 可能做得多一点 还是怎样 眼妆没有那么明显 眼妆没有那么明显 对 没有吧 这个是它前期还是后期 它后期也没有眼妆到 这么美的程度 也没得那么美 对 所以我感谢这个造型师呢 就是我们那个造型师的 他当时给我定妆的时候 给我画完了以后 我自己也吓一跳 我想的是 尽量给我弄得稍微 昧一点夸张一点 这样前后能有板墙大一点 但是我没想到 哇它那么大胆 我以前见过的古装片里面 我没有见过 有这种东西出现的 对 然后你就变本加厉 然后把它就演绎得更加 对呀 我就很怕 我看到那个了以后呢 我就觉得 你说浅紫色 变成深紫色 它既然给我了一个 这么夸张的妆 如果我不能驾驭它 被这个妆驾驭了 那就不好看了吧 所以我必须要驾驭这个造型吧 真的 我特别受不了在身上 拍它后期的戏 就是我都是那种一般 苦情戏的样子 平之 然后它就总是 脸里头 然后还拿出个手绢 什么擦擦嘴什么的 各种不用设计的动作 很到位 你这种魅态有没有从谁的身上去特别学一下 雨声聚来吧 应该也会有一个参照屋去观察 觉得它可能是这样的 随他的小动作 他的小隐身 完全没有 雨声聚来了 这个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这个当时的感觉 就是当时的一种感觉 当时觉得要 可能演员一上妆以后 他自己 我们在化妆间 对着镜子很长时间 你会有一个对自己当时形象的一个认识 从怀里面掏出来 然后把它叠好 擦一擦 而且戏曲学院大三的时候 会教这些戏曲身段 男生 女生都要学